大概有大概兩三百年的歷史 那它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形式的一個植物出現 主要就是當時呢 很多有錢人他們會請窮人去山上去找一些稀有植物 然後放在家裡面他們要炫富 那這些窮人到山上去找了之後 可是送到山下往往那個植物就枯萎就死掉了 那他們就發現好像樹的下面有一些植皮有一些苔藓 然後把它把它披起來包在那個植物上面 那這些植物運送到山下活的還蠻好的 所以他們就一直衍生出來就把植物給包起來 然後甚至呢他們窮人因為他們沒有那個藤器嘛 所以他們會用盤子啊碗啊碟子啊 把它放在家裡面 那就看起來就比有一番就是有一點殘異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慢慢的發展慢慢的流傳 那台灣啊歐美啊各地都會有人呢 就嘗試用台草來包植物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好 那它在包的植物裡面 最原始我剛剛講說它是用苔藓包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市場上面確實會有看到很多是用苔藓包的這個苔藓植物 但是我的教學呢我不用苔藓了 一來它的苔藓湯一般這樣比較困難 就是它的這個不用比較困難 但是呢 二來就是它在養護上面呢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們知道苔藓它必須要濕度水氣 好都很合適的情況下它才會長得好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去買苔藓來包的話 我們大概回家一個禮拜苔藓就死掉了 那可能就會變黑黑的咻咻黏黏的 然後就會醜醜的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台草 台草它是 長在河裡的那種水草 對 那它的原生地呢 大部分產自於智利 智利 然後大陸也很多 那我想要知道大陸就比較不延遺啊 品質也會比較不好 那智利的話呢它的品質會比較好 但是還有更貴的台草 它是在紐西蘭 但是我們台灣大部分用的台草 都是智利的台草 好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智利的台草 哪邊可以買到 五金行 五金行就可以買到 台草 五金行 對 它就是這樣一包 那你會看到上面就是印有蘭花 好 那你買這樣一包的話呢 大概可以綁持來喝台球 對 那怎麼用 就是你回去之後泡水 大概泡半個小時之後呢 這個台草它就會軟化 就可以用了 它活來死的 這活來死的 蛤 這活來死的 這活的還是死的 這個什麼 植物是死來活的 這個植物 它是乾燥的 它是死的 它是活的 然後 乾燥 採收起來 然後曬乾 對 曬乾之後它就變這樣 那我們再把它打濕之後 它最原始是拿來種蘭花 還是呢 我們把它應用在那個包台球上面 是很OK的 對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它也希望它綠綠的 但是它又不希望台鹹死掉 它就用綠色 染色的那種台草 但是那種綠色 染色的 我個人也不喜歡 因為它就是泡過那種染劑的 好 所以我們用比較天然的這個台草來做 好 然後呢 我要先示範一下 怎麼樣綁台球